牢掉的羊在我鸡棚里面 肯定是之前在我这边吃了玉米 是不是 又来吃玉米是不是 我要把你们宰了 买了五包玉米来 过两天又要下雨了 用几包玉米上来 下雨 玉米都用不上来 这半包不一 咱们用到那个菜棚里面去 五包可以逛那么几天 这两只羊怎么又进去了 你们在我鸡棚里面搞破坏 你们知道不 把我鸡都吓到了 出去 出去 之前玉米我喂到鸡棚里面 所以他们经常去鸡棚 现在我玉米喂在外面 他们现在在外面吃 老彪 羊在吃玉米 要算钱啊 打死是吧 你说的呀 老彪说打死 等我打死一只 兄弟们 今天去给菜园的菜全吃上肥 快死了吧 滚 什么叫死了 是肥 这里放了半袋一份 要这么多肥吗 要我 餐园里面所有的菜都是要肥 我要跟你分防水 你知道为什么吗 手套也不戴的 还有一直看我 就为了图方便 就为了图方便 下次你不要来了 你每次来看到我哪里不顺 就要说我 难道不该说吗 你晚上睡三楼 从今天开始你就睡三楼 就分防水 我自己带老三 我不要你带 这个辣椒苗都被你说死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看你旁边那个更是公秃秃的 哈哈哈哈 就刚供下去的 你不要肥太多了 烧死了 嗯 麻烦你带手套 带手套好不好 现在已经拿了 我下次带手套咯 这次就算了吧 每次都说下次下次 永远都是下次 有了好几株辣椒苗 进盆了 来 干辣椒了 看见没 看到了 现在学会了浇水了 这话说 浇水谁不会啊 有我帮你快多了吧 那必须的 开玩笑 我老婆帮我忙 一个比三 少给我带糕嘛 嗯 我算是忙完了哈 菜棚里面的 还有那边的菜 都收到一家 陪着 媳妇 辛苦了 由衷的感觉你很辛苦 没你辛苦 一下班就来陪我 种菜 施肥 那现在七点多了 本来可以在家里面好好休息 饿了没有 饿了 肯定饿了 走回家吃饭 我也饿了 你好 你的 people 寻İ 你 буду erk